作品是來自山水的流動形態 所謂山水是大自然風景 任何東西在我眼前出現 用一個標數的形式 或者一個立體的方向去表現 所以我又將一些東西要簡化 我這個主題叫逆山逆水 你見到的東西在你眼前 你可以說它是山 你可以說它是水 其實在我來說都不是很重要 這是一個異境 其實我自己很小時候 開始已經對一些盆景很留意 不知為何很喜歡那種感覺 它是一個縮影 小時候你的角度好像很大 因為那個盆景很小 當你成長了 你看的東西多了 了解更多 看事物更多 其實你才覺得自己是渺小 就好像自己進入盆景一樣 倒轉了 這個素材是不受過 我是用了一個鏡面去處理 那就是將所有的環境 其實它會是全部出入去的 不論你是去到哪裡 看我的作品 就好像在看風景一樣 每個人你進去看到那個情況 那個反應都不會相同 我希望的 或者大家進去 都是和我一件作品 是用馬體 好像是游山換水一樣 每個人都會不會 每個人都會有優秀 我們來信息平 我們來信息平 給我們 我們來信息平 我們來信息平 你